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国故事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王安石变法风云 宋朝新政 隐争议 二月非抗经历 宋朝民族英雄 自然司法发明光药世界 中国古代智慧结晶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等我们说说 王安石变法风云 宋朝新政 隐争议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宋朝的那场风云变换 主角是一名叫王安石的改革家 一场名为王安石变法的大戏 以及一群爱抱怨的宋朝古人 首先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宋朝的百姓 每天除了种田交税 还要担心被边疆的游牧民族打劫 突然有一天王安石出现了 他说来来来 我有一套新政策 保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这就好比是你正在玩一款叫做宋朝模拟器的游戏 突然游戏更新了一个大型补丁 王安石的新政可以说是宋朝版的改革开放 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轻疗法军书法 牧易法等 目的是要增加国家收入 减轻百姓负担 强化军队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但是就像今天的网络更新一样 总有人不买账 首先轻疗法 这是一种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的政策 目的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但是有些地主和官员 却利用这个政策压斩农民 让王安石的好意变成了助手为虐 接触式军书法 这是一种调整运输费用的政策 目的是让物资更有效率的分配 但是这个政策却让一些掌握运输权力的人失去了利益 他们当然不高兴 至于牧役法 这是一种招募士兵的新方式 目的是减少征召对农业的影响 但是政策却让一些依靠征召士兵获取利益的人不满 总之王安石的新政就像是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结果自然是争议不断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甚至有人说王安石是乱世之奸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王安石的新政对后世有助深远的影响 至少让后人知道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王安石有机会用现代的话语来回应那些批评他的人 他可能会说改革难免会踩到一些人的脚 但不改革 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幽默想象 但不得不说 王安石的勇气和远见 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思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 岳飞抗金力宋朝民族英雄 岳飞一位名字响亮 如其人生般戏剧化的宋朝将领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比大多数古装剧还要精彩 想象一下如果岳飞活在今天 他绝对会是微博热搜的常客 甚至可能有自己的真元秀 名字可能叫做岳飞抗金前线 岳飞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生于北宋末年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当时金朝的铁骑横扫中原 北宋王朝岌岌可危 一非一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凡的武艺和不凡的志向 他不仅精通武术 而且还是个孝子 据说他为了让母亲记住武艺的要点 竟然在背上刺了似的大字 金中报国这种极端的忠诚和爱国精神 让他在后来的战场上成为了一个传奇 岳飞的军事生涯可以说是一部连续剧 每一次战役都充满了悬念和转折 他领导的岳家军以纪律言明战斗力强悍著称 是宋朝对抗金军的主力军队岳飞的战术非常先进 他擅长使用地形和偷袭战术 让金军吃了不少苦头 成为了无数士兵的战斗口号 激励住他们为国家和民族而战 然而岳飞的故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他事业如玉中天时 却遭到了朝中奸臣的陷害 最著名的就是秦桂 一个擅长政治斗争却到政治斗争 却在军事上一窍不通的官员 秦桂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 竟然诬陷岳飞谋反 最终导致岳飞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 被秘密处死 年仅39岁 这一历史事件后来被称为岳飞冤案 称为洛飞岳飞著名的冤之一 岳飞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 但他的精忠报国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却永远激励住后人 在中国岳飞被视为民族英雄和忠烈的象征 每当提到他 人们总是会想到那句还我河山的豪言状元 以及他那不去的抗精精神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岳飞的雕像或是他的故事 不妨想一想 如果岳飞用现代的方式展示他的精忠报国呢 或许他会在战场自拍中加上精忠报国的标签 或者在抗精前线的佛罗伯的标签 或者在卡的预长 不管怎样 岳飞的故事永远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爱我的心和不屈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谢谢小六文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四大发明光药世界中国古代智慧结晶 在探索人类文明的宏伟长河中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他们不仅发明了吃饭用的筷子 还留下了四项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发明 造纸术 印刷术 信息呢 这四大发明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智慧的结晶 光药网的分析账户上使用它 光药了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深入探讨这些发明背后的故事 造纸术 古代的云端存储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 人们记录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 从甲骨闻到竹简 可以说是既环保又类人 知道东汉的蔡伦大发慈悲发明了造纸术 这才让书写材料轻便了许多 也便宜了不少 实陆好 可以说蔡伦是古代的云端存储先驱 让信息记录和传播变得更加高效 如果蔡伦知道 现在我们用纸来打印掉情报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印刷术 古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如果说造纸术让信息有了存储空间 那么印刷术无疑让这些信息能够快速上线 宋朝的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这可比手抄本来的高效多了 突然之间突然之间书籍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知识的传播速度也快如闪电 可以想象如果古代有社交媒体 一生绝对是那个让热门话题瞬间爆红的人 火药古代的炸裂科技 说到火药 这可是古代中国的炸裂科技 最初道士们在炼丹时偶然发现了火药的配方 本想寻找长生不老药 结果却意外发明了让人长生不老好吧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东西 火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也为后来的烟花提供了原料 可以说古代的夜空之所以绚烂 火药功不可没 指南针古代的GPS在没有智能手机和GPS年代 古代的旅行家们怎么办呢 感谢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 这可是古代的导航系统 有了指南针 航海家们不再担心在茫茫大海中泥湿方向 大大促进了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 如果哥伦布有机会用上指南针 说不定他会更早发现新大陆 总之 这四大发明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 和创造力 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但每次回顾这些古老的发明时 都不禁让人感叹 古人真是太聪明了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用幽默的方式 介绍了宋朝的王安氏变法岳飞的抗经事迹 以及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 王安氏变法虽然引起了争议 但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岳飞是宋朝的民族英雄 他的精忠豹博心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大发明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命才智 我们才智和勇气 也可以从中极取启发不断追求 中极取启发不断追求创新和进步 最后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